大家好 谢谢大家一直关注澳洲麦克缴税法 这一期的话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朋友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 但是他问完了以后的话 我在想可能有很多的华人朋友们 可能对这方面还不太了解 所以我想这一期的话和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解释一下为什么 他的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我做生意非要用这个有限公司去做 我不能用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合伙就好了 为什么非要用这个有限公司 第一点的话 我们从税务方面有一点是说 有限公司的话 他是交百分之二十七点五的税 如果你的生意是在一千万以下 那如果你的生意是在一千万以上的话 可能是交百分之三十的税 至少是现在的法律是这样的 那这个税率的话是很有可能比您的个人的税率要低 因为您的个人税率的话可能就是会更高 甚至到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所以从税上的话是有这个好处的 那为什么澳大利亚的话 他会有这么就是比个人税要低呢 这个公司税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想公司能继续的去发展 就是剩余的钱可以继续在这个生意上去投资 这样的话他税率稍微低一点 当然了如果你开始分红或者是发工资给自己的话 那你的税率也会随着个人的税率而增高 另外一个也是就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我这一期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资产保护 你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说不会觉得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就讲一个我客户的案例 他是做一个餐馆 他和他那个老公一起做餐馆 那我基本上跟他的太太一直在做对接 然后去聊他的生意 然后他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的话 他们是以一个夫妻俩 一个合作伙伴 他们两个都是个人的形式来经营这个餐馆 那经营这个餐馆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 我就说您是需要一些资产保护吗 比如像是您自己是有一个住家的房子 或者是投资房 或者是一些现金 他说就没有什么需要保护的 那我一句就没有 后来的话 他们逐渐的话 生意都还做得不错 然后就开始的话 就是有一些买自己的房子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就开始提醒他 说那我觉得您可能这个生意的话 可能需要放在一个有限公司里面 或者是家庭信托 但家庭信托的管理者是有限公司 这样的话能帮你这个资产进行保护 他说怎么帮我保护啊 OK 那我就跟他大家分析了一下 就当你在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如果你是用个人去操作这个生意 那如果这个生意出了任何的问题 或者别人要起诉你 特别是顾客 吃的东西 拉坏了肚子 就是不舒服 然后进了医院 有可能是说您的食物不对 那这可能一大笔的医疗费 或者什么东西 他就会涉及到生意的这一部分 和他的生意上的资产 如果你的生意 他变卖了以后 还是不能偿还他自己的一些医疗费 或者其他的费用的话 那就可能会追溯到你个人的一些资产了 那个人的话他就看 在澳大利亚的这些所有的资产都非常透明 有很多的就政府的网站啊 他都能把你的名字打进去 生日打进去 他基本上就能查出你所有的 你拥有什么财产 你拥有什么样的公司 都能查得出来 到时候就可以去进行追溯 这样的话 您的个人的资产 房产或者住家 就会受到了威胁 OK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的话 如果你的生意 是在一个有限责任之公司 那就是不一样的了 因为您个人是拥有这个有限公司 是资产 您的个人可能拥有到一个房子 但是这个公司是来运营生意的 那公司运营生意 如果公司出了任何的问题的话 那这个人只能告公司 不能告你个人 他最多把公司里面所有的资产索取了 剩下的他对个人就不会再涉及到了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有限公司来经营这个生意 是多么的重要 来保护您自己的个人的资产 好吧 那今天的话 我就想和大家分享这一个一点小知识 希望对您在做这个生意时候有帮助 当然你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跟我联系和交流 也欢迎扫一扫右下方的微信号 二维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